一天之内被银行扣走了 三十五笔服务费 每笔高达二十五元 这可把郑女士吓得不轻 自己刚刚存进去一万块钱 瞬间就损失了九百 带着心中的疑惑 赶紧查询了一下交易明信 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吓一跳 原来早在十年之前 银行就一直在暗地里扣钱 气愤的郑女士立刻找到了银行 要求银行给自己一个说法 没想到对方态度冷漠 表示必须存够五十万才会免除服务费 遇到这样的事 你会吃这个哑巴亏吗 郑女士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说什么也要讨要一个说法 据郑女士描述 当初办卡的时候 并没有说有服务费 可就在前段时间 自己将周转的一万块钱存了进去 结果一下子就少了九百块 给我扣了三四五笔二十五块钱的 再也就是将近九百块钱的 九百元人民币呗 在郑女士看来 一口气扣走三十五笔 肯定是系统出了问题 可当自己打电话联系银行的时候 对方建议正常扣费 唯有怼了回来 这下可把郑女士搞懵了 拿门子的服务费要扣三十五次 随即便打印出了银行流水 结果让郑女士目瞪口呆 在银行里存了一万块钱 结果在一天之内 就被扣走了三十五笔服务费 而每笔竞高达二十五元 可找到银行讨要书法的时候 银行竟不做任何解释 为了查明事件的原委 郑女士直接打印了十年的流水 结果还真有大发现 只要自己往卡里存钱 银行就会第一时间把钱扣走 而每年扣款的金额都是二十五的倍数 第一年的时候是二十五元 可到了第二年 竟直接扣走了八笔 后面的更是没有一点规律 这种暗地里扣费的行为 着实让郑女士打吃一惊 幸亏这次被自己发现了 不然的话 还会被一直蒙在鼓里 可银行却理直气壮地表示 这都是管理费 郑女士对此非常费敬 因为毫无规律可言 好像完全看银行的心情 眼见银行蛮不讲理 郑女士直接拿出了证据 幸亏郑女士保存了当初的合同 不然根本说不清楚 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 可银行却对此有新的解释 这可真打破了郑女士的认知 破出去的水还能这样收回去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现在竟死不认账 随后郑女士决定曝光此事 让大家给自己评评理 你觉得普通人跟银行打官司 获胜的机率有多大 郑女士打算跟银行摆摆万子 明明写好的免服务费 结果在一天之内扣了35笔 找到银行理论的时候 银行竟以合同作废 唯有怼了回来 这可把郑女士气得不轻 如果合同可以随意篡改的话 那么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 对此银行又有了新的解释 按照银行的说法 如果存款不满50万的话 那么就应该扣出一定的管理费 郑女士根本接受不了 当初既没有说有管理费 也没有说有额度标准 在自己使用期间 突然就被单方面添加条款 这未免太霸道了 对此银行再次做出了解释 我们有个公事 就是我们这种收费的管理方式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法 对 在银行看来 既然已经发布了公事 看与不看就跟自己没关系了 如果没人提出异议 那就是默认这些改动 郑女士觉得这就是歪理邪说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气愤的郑女士找到了法院 结果不出意外的胜索了 法院要求银行在10日内返还管理费 获胜的郑女士也是大吃一惊 你被莫名其妙扣过钱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 谢谢观看